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上任一年來,不時出現這些場面 民政專員警務人員以月權為由拉隊走的情況 民主派統計過,至今有大約90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本台專訪時,主動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經歷了差不多一年,新一屆的區議會 都是炒炒鬧鬧 令到我的同事,有時不知如何和區議會合作 來討論地區的事務 甚至有時有些不愉快的場面 他們不斷侮辱我的同事,特別是警務人員 警務人員又離場 已經偏離了《基本法》對於這些地區組織的功能 以及市民對於這些地區組織的期望 就是他們要反映給政府聽地區有甚麼事務 我現在更加現實要處理如何令到這些區議會 回復正常的功能 怎樣處理?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 但就提到港區國安法第六條 就任公職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研究甚麼人要受弱制 她說如果基本政治問題都處理不好 港普選就很難找妥,會出事 施政報告提出資助青年到大灣區就業 林鄭月娥說 部分青年抗拒內地是因為誤會 她接受HKIBC訪問時,被問到被美國制裁之後生活有沒有不變 她說因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受制裁是她的榮幸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